推广传统文化向下扎根 新兴阁掌中剧团 多次深入校园 举办巡回教学演出 这天来到了大雅区的上风国小 从简单的戏友介绍 口白到操偶技巧等 以生动有趣的方式 不仅逗得全场师生 全都开怀大笑 也让他们对于布袋戏的传统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旋律的舞台声光 布袋戏友展现精彩的 拳脚功夫吸引全场目光 为了推广布袋戏的传统文化 新兴阁掌中剧团 这一天是来到大雅区的上风国小 更特别结合 西游记跟白雪公主的故事 改编成了猪八戒的梦中情人 而这个创新剧情 更是逗得台下师生乐开怀 刚刚看了西游记和白雪公主的故事 就是可以在学校看到 觉得蛮特别的 我觉得灯光音效这样搭配起来很好 看得很好 现在很好玩 想去玩一下 结合到这个东方跟西方的故事 让这个所谓的不认识字的小朋友 就是幼儿园的 还有刚认识字的一二年级的 他们很快就能够融入到这个剧情里面 也能够看出一个所谓完整的一个戏剧 来自西罗的新兴阁掌中剧团 第六代团长钟正良 有感于布袋性文化是逐渐没落 因此多年来积极的绝办校园巡演 更累积了多达上千场次 而他还表示 因为过去都只专注在中校结役等样板故事 无法吸引孩子的兴趣 所以决定要透过创业改编 加入运缘故事跟四川变脸的桥段 重新来做编排 也逐渐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准备了 一 二 三 过程里面 如果一直演这个传统的故事 那么所谓的张悔小说 那有些小朋友 很小的小朋友 像是比如说三到六岁左右 他们根本完全的不懂 那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活动 能够将这个布袋性的演出 把它推到我们学校 今天团长能够除了介绍之外 然后再用实地的一些技法 刚刚很多的那个技法的介绍 我们小孩子真的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也很快 利用一点点时间 就把小孩子从我们传统戏友的变化 能介绍给我们的孩子知道 总简单的戏友介绍 口白到草耳记丑等 一一地呈现在眼前 让小朋友能够更加认识到 布袋系的传统之美 而中团长更希望 透过校园巡演的教学方式 让布袋系能够重新的发光发热 找回过往风华 记者陈柏翰 台中采访不到